楚江南得到魔刀炼成了无情剑 向武林霸主秦百川发起了挑战 秦百川失去儿子霸业以完 没有堪比死亿的战役 最终败在了楚江南的手下 惊爱净毁神仙难救 秦百川自知命不久已 将白云带去了一个小渔村 村民们善良朴实热爱生活 称呼秦百川为老情 他们并不知道秦百川是七星楼的楼主 也不知道这个渔村 是秦百川花钱兴建的 秦百川本想退隐江湖后 带着妻子儿女来此隐居 却没想到物是人非 就剩下她一个孤家寡人 夜晚降临 秦百川带着白云来到破屋 见到了柳生一剑 为燕北飞立的衣冠种 柳生一剑 他为什么给我爹 立林卫啊 柳生一剑说过 柳生一剑二十年前无敌于中原 最终却败在了燕北飞的手下 燕北飞是柳生一剑唯一佩服的人 所以专门替燕北飞立了衣冠种 说到这里 秦百川突然想起了柳生一剑的话 他要打也只会和燕北飞打 秦百川想通了柳生一剑的用意 提醒白云不要做燕北飞 而后陨落在了白云怀里 陆颖峰和白云几人 替秦百川举行了葬礼 然而由于楚江南的关系 大多数人都选择明哲保身 根本不敢前来吊咽秦百川 这是事态艳良 楼主一死 就没人愿意跟七星楼扯上关系了 小莲的话音刚落 武当掌门曹木来到了七星楼 曹木因为得到秦百川的鼎力支持 这才成为了武当掌门 自是非常的感激秦百川 而第二个到来的 竟然是小人得志的楚江南 楚江南出眼 贬低起了七星楼和秦百川 不停次积身为秦百川女婿的白云 甚至提起了已经死去的末仇 想要逼白云与他一战 白云忍无可忍正要出手 却被赶来的柳生一剑阻止 柳生一剑到此有两个目的 一是为了吊练秦百川 二是为了提点白云 他表示要想击败楚江南 白云就得练成燕北飞的武功 柳生一剑提点白云有情之剑后 动身离开了七星楼 画面一转 小莲接到一封密信 约他在城西破庙相见 接到密信的小莲立刻动身前往 没有察觉被大难为死的新小月盯上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约见小莲的人竟是柳生一剑 从两人的交谈中得知 小莲是柳生一剑的爱人 她配合柳生一剑执行计划 将柳生一剑手绘的燕北飞剑谱 放在阁楼让白云找到 顺理成章地让白云修炼有情之剑 而她之所以这样做 是要白云变成当年的燕北飞 再由如今的柳生一剑与白云决斗 彻底化解柳生一剑20年前落败的遗憾 两人的秘密被新小月听见 柳生一剑只好杀人灭口 追杀起了新小月 新小月似乎与悬崖有缘 一路奔逃来到了悬崖边 柳生一剑射出暗器打向新小月 新小月掉落悬崖生死不明 两天之后 新小月被人救起送到了七星楼 由于伤势过重 新小月不仅全身瘫痪 还丧失了说话的能力 因此她只能死死地盯住小莲 却不能揭穿小莲的阴谋 白云的内心非常复杂 不知道如何面对新小月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房间 时间来到六天后 白云找到了小莲 她已经领悟了友情之剑 而友情之剑的关键就是小莲 所以白云大胆地向小莲表白 希望小莲能够接受她的爱意 可小莲因为新小月之事 不想再继续欺骗白云 狠下决心拒绝了和白云在一起 让白云无法恋成友情之剑 柳生一剑功亏一篑 找到了小莲询问缘由 我不想再骗她 你教我跟她说的那些话我说了 但是说完之后 我都觉得自己很卑鄙 柳生大哥 你明白吗 我很对不起白云 柳生一剑理解小莲的痛苦 初言劝解起了小莲 承诺只要完成了决斗 她就和小莲回到大漠生活 两人的对话被楚江南听见 楚江南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 开始谋划如何摆脱棋子的命运 柳生一剑 我不会让你成功的 你想利用我来完成你的心愿 我偏偏要破坏你 只要这把魔剑还在我手上 我就有办法要你死 你还能不开心 我过去看看你 你能不能死 我过去年十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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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不过你 我给你死